129 《文匯報》2015年7月21日報章 A 14 中國專題秦工大墓田堡秦史研究空白大堡子山 位於黎原永平鄉和永興鄉郊界處的西漢水北岸 東林河谷平坦開闊,西河谷山細險峻 兩河甲一山的獨特地勢完全符合先秦選擇寧原的風水取向 維址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,被瘋狂盜掘的秦工大墓維址 南北長107米,中西寬16.4米,建築基址四周圍殯土圍牆 中間有18個直徑近1米的大型柱楚石 專家認定,維址應為秦人的大型虎虎類建築 列入國家級民物保護單位 因爲散落世界各地的禮願大堡子山出土清同氣多有名民秦工二字 後來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證明,他就是專家一直在尋找的巡人第一陵區 西瑞陵區、甘肅文物保護工作人員黃輝介紹 大堡子山為止及武群,是巡開國國軍巡商工或其子民工夫婦寧務 揭開了早期巡人聚集棲息地的謎團 原善了早期巡文化乃至早期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與體系 印證了史記有關歷史記載的真實性 補充和原善了巡國的年代序列 填補了巡師研究中關鍵段落的空白 所出的遺跡以及流落海外的氣密反映的信息 成為研究巡早期文化的重要依據 黃輝說,可以確定的是,這次法國歸還的金色片 就出自巡工大霧或青馬坑 各同位數分析結果,成份 符號控B工藝技術特徵幾方面都證實他們出土於這片土地 為了重視乎在異議院的 context 原善的零尾 或者像是對聯善的零尾 也有所視乎的零尾 零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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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尾